好了 咱们赶紧换个焦点 今天另外小金同志 也有可能提到 会到达一个越南首都河内了 然后按照德国的明军中文官的报道说 im zhono zhok na hanoi 然后他是做了专列 他说本来啊 其实从平朗到河内 大概三四个小时飞机就可以了 现在不 小金同志说我非要坐火车 我要花两天半的时间 这里面一是处于安全考虑 二是为了他的家族的一个传统 第三呢沿途可以跟各国 跟各地各国的领导人都一起交谈 展示他开放的一个姿态 同时到底两位第一夫人会不会见 现在不知道 现在据说李雪柱不会去 但他的金正恩的宝妹是一定会去的 这一点已经是确定的 同时呢这很多细节 在未来几天都会一一跟他透露出来 包括那个香港的南华早报 也有一些报道 南华早报说 这个特朗普昨天专门在推特里面 还感谢中国俄罗斯 尤其是感谢中国在过去 帮助他跟金正恩两次会面当中 所做出的一些重要的一个帮助 包括这个特朗普昨天在他的威 在他的推特上也再次发表感谢直言 等等等等 同时呢台湾的中国时报 咱们第三次眼睛看看 穿金博弈 我们说二度 二度峰会 他说庄家河内稳赚不赔 这个庄家就是指河内第三国 那肯定的 当时八个月之前是新加坡 八个月之后是越南 香港的新报 有一篇说论很有意思 他说北韩就是在朝鲜 盼望盼脱制裁 盼望解脱那个制裁 摸着越南过河 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 他说摸着越南过河 我就好奇了 他说摸着越南哪个部位 是摸着他的头 还是摸着他耳朵 还是摸他的身体 上半身 还是 后面咱们就不说了 后面有点颜色色彩了 同时呢 中国时报还说 越南进化模式 今要亲眼瞧瞧 这个才是有意思 摸着越南过河 不是摸越南的哪个部位 而是摸着越南的模式 既然这样咱们就很好奇了 越南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呢 好 以后有时间会跟大家 想起的分享 中国时报一篇评论还这样说 美超各有盘算 可能是雷大与小 不要这样说嘛 开始总体还要厚道一点 咱们还要给他一个建设性的姿态 同时台湾联合报 台湾朋友经常会大小报告 经常会有点小心死 一个说会不会雷大与小啊 同时联合报说 美国的官员担忧 川京两人 就是特京两人单独开房 上次我不说了 两个男人没开二度 一个老男人 一个年轻男人 他们现在变我 台湾朋友现在变我 把我这个演艺 进一步推进了一步 没开二度 还要单独开房 好了 咱们这个话就不说了 说到这儿为止了 CN现在怼了 不是CN要怼特朗普 CN怼特朗普不是问题 关键是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助手 在接受CN专访的时候 怼了特朗普 特朗普不是说了吗 会取得重大的进展 未来无核化等等 一切是由于我的缘故 然后蓬佩奥就说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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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 Korea still poses a nuclear threat 北朝鲜还是对我们 依然拥有一个核威胁 换句话说 对蓬佩奥来说 技术官员 他说你未来还是要有 契合方面 要有些substantial change 要有些实际的进展 我才能满意 最后金正恩按照中国时报的报道说 金正恩还是愿意 还是愿意弃核的 他曾经当时跟特朗普两个人 或者当时跟蓬佩奥两个人 单独谈的时候曾经说过 他说我是愿意弃核的 因为我不愿意 我的子女一生都背着核武器 这么一个包袱 如果这样说的话 倒还是有道理的 就像是愿意弃核武器